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嗨 宜蘭真的是好山好水 是啊 你看那個瀑布 還有下面那個溪水 很清澈 說到宜蘭 你知道嗎 我們來宜蘭已經採訪過很多食材 那還有什麼食材我們沒有採訪過 那你就問對人了 我這一次千辛萬苦找到那個 無毒朗質的蝦 我最愛吃蝦了 可是它有什麼叫無毒蝦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嘛 Let's go OK 宜蘭好山好水 冥產也多 但是烏毒蝦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就讓Casey Foo Foo帶您尋訪不一樣的好食材 這裡就是養無毒蝦的地方嗎 當然不是 它是養魚的 養魚 為什麼要養魚呢 因為我們的蝦子要養之前 一定要用養過魚的水來養蝦 那養什麼魚 我們養海水無果 為什麼要先養魚才可以養蝦 因為它主要的飼料是藻類 我們的蝦的主要的食物是藻類 藻類能夠讓它供給它大部分的營養 不夠的部分我們才用飼料來取代 所以它重要的營養來源是藻 那無果魚會讓它產生藻類嗎 是 讓它水質會更穩定 然後因為我們是純海水嘛 純海水來的時候它是沒有藻類 你剛才說海水 我覺得這個是看起來就是池 那到底怎麼抽海水進來 這個以前這個地方20年前 30年前這個地方本來就在養魚養蝦 所以他們這些管線在那個時間 全部都買好了 只是現在大家為了快速的收成 所以把這個東西都給取代掉了 就是不讓它再用海水 用地下水來養 那這樣子的養殖差異在哪裡 用地下水養的話速度比較快 大概三個月就可以收成 那我們用海水養的話 最少要五個月 因為它的淡水的滲透壓比較低 海水的滲透壓比較高 所以它養得比較慢 但是滲透壓會影響它的甜度Q度 所以純海水養的魚 蝦都比較Q 比較好吃 所以觀眾朋友 你們愛吃海鮮要Q 常常外面可能會加棚沙這一類 那用海水養的蝦就可以 對 沒錯 對 就不用加棚沙 因為棚沙你吃的真理不好 可是你一直在講無毒蝦 到底什麼是無毒蝦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叫它無毒蝦 那不就其他的蝦都有毒嗎 其實當初我是一個台北人 然後不是做這個行業做資訊 我覺得我的蝦我不想它跟別人一樣 我萬一別人有問題牽累到我 那我怎麼樣能夠做出差異化 蝦子上面不能刻字 那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就給它名字 給它一個公司 給它一個保險 那我為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負責任 那你的蝦怎麼保證沒有問題 所以無毒的定義在哪裡 無毒的定義在哪裡 無毒其實很廣泛 無毒是一個結果 我們在講的無毒是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去做檢驗 我們去SGS定期都有做檢驗 所以我們檢驗什麼抗生素 然後它的重金屬 還有它的那個我們的新鮮程度 這全部都要檢驗的 哇 想不到養著無毒蝦 學問還真大 而且要經過層層的嚴格把關 才會送到消費者手上 不過也多虧了像白小姐這樣 秉持著良心做事的呆子精神 我們才能有健康的好食材 夏莉 通常這個蝦到多大我們才來抓 我們時間很難抓 我們會看它的大小 我們大概要到一台斤有三十尾左右 那就一尾蝦大概二十克 是 是 是 那你在養蝦的時候 剛開始這個成本到達多少 最高有到四千五一斤 四千五百塊一斤 我們媽媽們只能接受一斤蝦 就養好的喔 在市場買一斤蝦大概兩百多塊 可是成本要養 那我可能賣四千五嗎 不可以啊 賣四千五會被人家賣 那怎麼辦呢 那你還是得去 去用一個比較市場的平均價來賣 我們要繞幾圈才會抓到下 大概第三圈就可以拉起來了 那這個 你看蝦子的時候會跳起來有沒有 那這碰到墊之後它就會跳起來 那這個蝦子是一次撈 就要把全池都撈掉嗎 是 我們蝦子一次要撈全池都要撈掉 不然它會受驚嚇 它受驚嚇其實是傷害很大 對 所以我們一次收蝦 會全部都收乾淨 這蝦子收成 可不是隨便繞個圈圈 就能收起來的唷 不但要配合手部的動作 更要迅速地掌握 這個Kevin啊 已經在池子裡練習了一早上了 趕快來去看看他的收穫唄 這個是剛好活好活的 晶瑩剔透 我要吃你囉 嗯 好甜喔 這個真的是海水養的 因為它有鹹度 真的 哇 我養你了 有沒有聽到 QQ脆脆的 嗯 好甜喔 吃到蝦殼素 這個就是無毒蝦 QQ 打林 你看起來怎麼悶悶的 你不舒服啦 不是啊 這次來宜蘭已經出車好幾天了 我都覺得沒有吃到蜜餞怪怪的呢 蜜餞 你 我要 你不要想到哪裡去了 吃蜜餞而已啦 沒有啦 我是說蜜餞 蜜餞是以前宮廷貴族 或者有錢人吃的點點啊 有 現在越來越有小味 連這個典故都知道啊 對啊 不過我聽說宜蘭的蜜餞真的很有名耶 對 而且還很多荊棘果園 你要不要去 真的啊 好啊 現在繼續來 Let's go 哇 哥哥 哇 你不是要帶我去荊棘園嗎 是啊 怎麼這個荊棘這麼大個 欸 吃這個果園沒錯啊 這邊的荊棘怎麼那麼大 我們去問一下達人 Let's go 來 大哥大哥 欸 哇 你這裡的荊棘怎麼都照顧到那麼大力 這個是另一種品種 這個是叫做豬紅蓬 豬紅蓬 嗯 哦 它比那個 咖啥好吃耶 很juicy 好多汁喔 很甜耶嘛 一點都不酸 而且是荊棘的味道很香 好多汁耶 你看 哇 哇 爹地 沒想到找金橘沒找到 倒是找到豬紅蓬 很好吃 可是 真正的小金橘在哪裡呢 嗯 我現在就帶你去找真正的金橘 Let's go 好漂亮耶 這就是我們這裡的天氣熟了嘛 天氣熟了 聽說台灣百分之九十的金橘都在這裡 對 為什麼 因為既然天氣比較冷 水比較濃 哦 哦 吃得比較好吃 火燒比較軟 啊今天有什麼好處啊 是 是 這個吃下去有時候要拿稍微燒 哦 自可燒 自可燒 這樣就咬下去嘛 連皮嘛 嗯 嗯 嗯 不知道沒有那麼多顆 哇好甜哦 這個吃金橘喔 一定要吃那個皮 嗯 因為皮感到不夠 不會 要咬越好吃 欸大哥 你如果說要做這個蜜餞 要怎麼樣的精爪 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的金橘就是 對紅的紅青紅頭 像這個青青的 可以 就這樣吃起來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吃 阿公有說 要大顆 對對 越大顆越好 越大顆越好 嗯 越大顆 不要說金橘越大顆越來越來越 這個皮 嗯 這個白皮 這個 這個白 這個都 這兩顆 這個就是 都營養在這裡 哦 營養在頭啊 在頭耶 哦 這皮 這幾圓下去 就是這個都加了 而且這皮 哦 這個營養都好 大哥很厲害 對 所以哦 我們一直在跟觀眾強調 營養最接近皮 營養最接近皮 就是 來吃金橘果 金橘喔 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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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雞狗 好的水果 對 大哥 为什么这个圆的 这个是荆棘 就荆棘 我们在新加坡看到 都是这样大小的酸干 这荆棘 我们这里荆棘就圆圆的 圆圆的 这个跟新加坡的味道一样吗 不一样 它是怎么样 是甜的吗 是酸的 也是酸的 这个刚才跟那个金棘那种椭圆的 有什么不同 对 有什么不一样 哪一个比较 里面的金棘棘是甜 所以普通的酥 这比较酸的 台湾都怎么吃 如果是这样 可以当时的肉吃吗 这个是都是 鸡肉丁 鸡肉丁 先做加工做更鸡肉丁 宜蘭之所以稱作蜜餞的故鄉 起来有字 靠的就是金棗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金棗怎么变成蜜餞 你看 这大桶的金菊 这样有多少量的金菊 这桶有500公斤 500公斤 这个算少了 我推不动 我要更多的 那个果园采回来 这个是为什么变成颜色 这个已经淹过了 用盐水淹过了 我现在准备要加工了 这样啊 为什么要先用盐水 不是用糖来保护它 这个金棗 它每年只有三到四个月的采收期 所以我一整年要用的这个水果 我在这三个月里面 我就一次收购回来 然后用盐水跟它淹起来 哇 要做好的蜜餞到底有什么条件 这些是你们采回来的吗 对这个是果园载到我这边的 OK 就是采收回来到我工厂 然后准备要加工 第一个动作我当然就是筛选 选它的大小 然后再腌制 就是用这个机器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机器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好 入料 输送袋 然后送到那边选别机 然后后面 对再筛选它的大小 那我现在要做一个针刺的动作 为什么 这个针刺目的就是说 虽然它表皮这果皮啊 它有很多的毛细孔 对 但是那个毛细孔太细了 它没有办法让糖水在短时间赶快渗透进去 所以我就是在表皮用这个针啊 不锈钢针 对去针刺 以前我们要入味都要用拍的 像用榨针的 哦 那厂厂榨针以后呢 好 那做什么东西 榨完针以后就是要清洗啦 诶 怎么那么烫啊 对 这个水是下来的 我用热水 当然它温度不高啦 对 这个步骤是清洗啦 洗涤 因为腌的时候 它那个盐度很高 对 浓度高 所以我要用清水把它稀释 让它盐度降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跟糖水在加工的时候 吃起来那种口感才会均匀 才好吃啦 对 太咸得不好啦 好像汆烫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样子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密了咯 对对要密了 那那么多那么大的口密在哪里 那在里面我带你们去看 OK 好好好 来来来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好 我现在进来这个地方是秘密基地 什么秘密基地 就是制作水晶枣 哇 好棒喔 我看现场 全部都是不锈钢的槽 对对对 而且它的高度 哇 真的很高耶 哇 厂长这里面可以装多少那个秘间 这个一个桶子刚好是一吨 一千公斤啦 水果水果水果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扎针扎针 扎完以后就知道 扎好之后我们不是先洗干净 对对 洗干净之后然后再进来 然后跟糖水一起加工 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叫糖漬 糖漬 对糖漬 就是刚才我们在浸泡 拖盐水清洗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它一直装在这个笼子里面 透明的好美喔 哇 为什么要挤出来 几度 挤出来 几度 好快 几度 我看一下 你先看来验收一下 几度啊 哦 有没有 OK 71度 对 哇 不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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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哇 吃这个真的是 哇 光欣赏它就 很美 好像艺术品啊 对 然后我再来吃它 哇 哈哈 哇 整颗吃的感觉 嗯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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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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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现在看到了这个动作啊 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糖渍啊 对 它已经到高糖度了 对 那我就拿出来 啊 准备要干燥 对 那这个干燥 因为刚才 为什么要干燥呢 我们刚才有测出来那个 糖度是70 对 70度 对 对 那么70度啊 那相对它有30的一个水分 30%的水分 哦 那我现在要利用干燥 把它降到18% 哦 这样才能储存 为什么 因为我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加防腐剂 对 是 对 容易坏掉 哦 所以我水分一定要降到18%以下 哦 对 这个是已经干燥三天了 嗯 这个是准备要干燥 嗯 所以我们从外表看来看水分就不一样 水分不一样 对 可是它还是晶莹Keto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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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干 更清爽 嗯 我觉得冬天哦 这个泡一个热水下去 是 然后加一点盐巴这样喝 哇 对 对 最头龙很好 是 嗯 Good 对 怎么样 很美丽的无毒虾 这就是 哇今天真好过瘾 嗯 一早爬山涉水 然后找无毒虾 最主要呢 我们又逛到这个金局园 最主要最后来到这个地方 完美 真的 观众朋友 采访了几年啊 第一次来到 就是做加工的地方 是那么美丽的 你看 那么美丽的咖啡房 对 然后那个环境那么优美 嗯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今天煮菜会特别好吃 yes 最主要是好料 我们找到好的无毒虾 可是呢 往往煮菜一定要有配角 今天的配角是我最爱的 知道我是客家人吧 嗯 我爱吃什么 你爱吃 yes 这个荆棘做出来的这个酱 对 那我拆一下 来 嗯 嗯 好不一样 哇 很棒耶 对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是 这个 哦 这个是金枣做出来的这个酱 嗯 What's your difference Different 不同的美味 所以呢 今天有那么好的酱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一直强调 要找好的食材啊 尽到原味 可是如果好的天然的酱呢 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酱 来做一个很棒的无毒虾的手卷 好 那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手卷呢 这个虾啊 今天找的这个无毒虾 所以它没有下药 也没有成长素 嗯 那么健康的食材 千万不要糟蹋蹋蹋 所以呢 我们很简单 用一点姜 蒜头 好 然后呢 姜 好 其实啊 那个 虾哦 螃蟹这些都有点寒哦 姜很重要 它就可以 比较 去寒 对 去寒 所以呢 我们来一点酒 就是那么简单 原味呈现 OK 那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酒是白酒 把它摇一摇 OK 好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 直接开火 那我们开不能小火焖 小火焖它的甜分都会流掉 所以中火直接啊 给它三分钟 如果忘记 timer 没有 timer 那我们就看谁去 好不好 那我们呢 有些时候老公 如果不喜欢这样子 只是淡淡的 就有这样子 好像青虾 那我们来一个煎 要有点香气 要有点香气 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煎一点虾 好不好 好 那你可以淹一点葱啊 姜啊 酒 然后呢 不要割太深 因为泥肠要拿掉 然后我们只要 一点点盐 OK 然后一点胡椒 既然那么好的食材 所以最原始的Jolette 调味就好了 好 那我们这边 OK 水珠快跑就可以咯 放一点油 OK 这样就够咯 油要少 因为呢 我们今天要吃食材的甜美 所以你油多你就吃不到原味 原味也流到那个油里面去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 一点点就好了 好 你看这个水汽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好香哦 好香哦 OK 我们把它翻一下 哇 好 我们这个水汽出来 现在我再给它半分钟 完全没加水哦 对 传统的观念都以为要用水去煮 其实我们这样轻的甜都好吃 这样吃哦 好美哦 你看 特别甜 你看这个糕 哇 好甜 嗯 吃了才知道好Q 不一样 而且好甜哦 蛤 你给导演吃一口 导演来 好不好吃 烤好熟 最甜 OK好 所以不要过熟 好我们现在就给它倒出来 因为你放在锅子 它会继续熟下去 哦 yes 哇 beautiful 你看 遮盘虾 哦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 下来 OK 把这个虾哦 因为你看 猪外形啊 很重要 太多东西要带 所以忘记带了我的锅盖 所以呢 用小锅盖来盖 就是不要让甜分流失 那么好的虾 我们啊 忘记盖锅盖 还是要把它的哦 那个营养 焖在里面 好 打开吧 哦 耶 那我这样翻面咯 这个虾哦 不要一直炒来炒去 炒来炒去 它油不够 它就烧焦 你就是给它煎到差不多 把它翻面 它已经变红色 对不对 那你再把它翻面 OK 它就会特别脆 OK 如果你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油不够 它就烧焦 那现在来一点黄姜粉 然后再把它盖回来 OK 来 你的手捲好了没 我要剥虾 剥虾 好 然后呢 现在把它包在生菜里面 这个哦 你看 它不粘壳 刚好熟 有没有 它不粘壳 这个虾多好剥 OK 出门在外啊 其实最简单 就是有时候呢 最难的就是 吃了很少的菜 可是简单的虾 先煮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最主要 对好酱 赶快 哇 我爱它 哇 做得太好的酱 就把它这样卷起来 好 我们这个好了 哎呦 有心配薄 哎呀 这个 我们的企划意外 故意把锅盖 忘了带来产生妙用 摄影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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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师第一次了 你是不是够不够Q 好吃吗 好吃好气 有时候 那个老公喜欢 那个香的 有点油煎过的 哇 这样子 它就很满足了 烘干的虾 虾子 用煎一下 用煎一下 刚好 它又有脆脆的感觉 美丽 成功 成功 完美 它是青稻菇 去挖水吃给虾子 我以为要做青稻菇 那你要听我吗 好 今天拿到的是无毒虾 所以它会很甜 所以尾巴尽量不要剥掉 这个尾巴可以保护 尾巴比较小的 我们的甜分 所以呢 我们留那尾巴 然后这边 都把它这样 轻轻的割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泥肠 拉出来 吃起来 这个虾仁 就不会沙沙的 OK 这个就剥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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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